近日,消费者王先生反映称,7月20日,他在万宝龙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了一只。 万宝龙大班系列民间镀金0.5钢笔,付款5500元。 收到货后,王先生感觉钢笔和自己在实体店看的质量不一样, 沾了一点墨水试了一下笔画足形,感觉写出来的字有点太粗了。 王先生于是联系万宝龙官方旗舰店,想申请7天无理由退货,但遭到拒绝。 王先生表示,万宝龙官方旗舰店客服,以钢笔使用果为由拒绝退货, 但实际上他只是用笔尖轻轻沾了一点墨水,试了一下,根本不影响二次销售。 因此,符合7天无理由退货。 就此纠纷,万宝龙官方旗舰店工作人员表示,事件发生后, 他们一直积极与消费者保持沟通,但没有办法满足退货诉求, 因为该商品不符合7天无理由退货标准。 上述工作人员称,7天无理由退货的标准之一, 就是不影响二次销售,需要保证商品处于原始的,没有受损的状态。 钢笔作为书写工具比较特殊,笔尖一旦站没之后, 没有办法再恢复到原厂出场的全新状态,会影响二次销售。 且商品详细业莫为还有售后提示,上莫是写,不支持退货。 目前,双方尚未达成一致。